他昨天其實還剪了頭髮 是不是自己其實早就有提到一個頭髮 而且傳說他早上剪聯單位一早就按門鈴的時候 他還是都不開門 我記得柯文哲8月6號生日的那天早上 他也與自己說有人按了他門鈴 就是送他生日快樂蛋糕 我覺得這樣子的也與方式簡直是在挑釁我們 台灣的司法跟檢調單位 所以我認為他今天早上 6點多檢調按他家門鈴的時候 他不敢開門這種行為 我覺得非常糟糕 他是不是作賊心虛 甚至到7點多的時候 檢調才能夠自己進去嘛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柯文哲他遲早要面對這些事情 而且我認為他還刻意的 帶動一些民眾黨友好的KOL 去做一些挑釁檢調的這些風向跟言語 我覺得都不好 甚至還有人嗆聲說要號召 去包圍所謂檢調機關 我覺得這些都是給年輕人一個很差的 學習